桃園國際機場一處變電 佔慣工程 昨天下午 在進行屋頂板灌漿作業時 疑似板膜無法支撐重量 導致坍塌 造成現場工作人員 一重傷 一兩輕傷 桃園機場公司就指出 新設的陶基東一六一 KV變電佔慣慣工程 在進行混凝土 膠質工程的時候 發生坍塌意外 導致三名施工人員受傷 其中兩人輕傷 已經離院一人檢查中 送醫的時候 意識都清楚穩定 目前工地緊急停工 所有員工撤離 並且已經通報勞動部 詳細的事發原因 人代釐清 所有的工程責任 將在調查後依契約規定來辦理